超合体怪兽古兰特王 身高78米 体重21万7千吨 诞生日期1984年7月14日 呃...PS一下 这个标题呢是看看就好啦 虽然一开始时候的它可能是 但是后来的那些嘛 也就那样啦 初代的古兰特王登场于奥特物语当中 说起来这位的江湖地位 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还是蛮高端的 毕竟这可是在骤达的基础上 融合了众多的怪兽所组合而成的呀 在早些时候 骤达在设定当中 可是光之国一族的最大敌人之一呀 可不是现在随便哪个新生代 都能够单挑的存在哦 而且除了骤达的力量之外 古兰特王还融合了众多的怪兽力量 像是哥莫拉的脑袋呀 萨德拉和巴尔坦的钳子呀 双尾怪兽的尾巴呀 咦 双尾怪 这不是食物嘛 除此之外呢 看过安德鲁美洛斯的小伙伴应该也知道 古阿军团呢 是非常的擅长怪兽的机械化改造的 因此传新诞生的古兰特王 也是被装甲给覆盖了全身的 并且是获得了非常硬的属性啊 在这颗被废弃了五万年的贝兰特行星当中 古兰特王便是与奥特五兄弟展开了战斗 这真的是正义的五打一啊 不过虽然是在人数上占据了优势 但是有些可惜的是呢 就算是左飞把M87光线都给用上了之后 却也是打破古兰特王的防御啊 说好的击碎行星的威力呢 这难道又是你的计划吗 算了 跟吃射定的远古讲射定 纯粹就是浪费时间嘛 不过虽然一众奥特曼是伤不着古兰特王 但是这古兰特王也是一样伤不着他们呀 毕竟在奥特曼杂技团的眼里 古兰特王的速度着实是太慢了 在翻了一会跟头之后 找到机会的奥特兄弟们便是围上了古兰特王 不过却是被这位给轻易的弹开了 嗯 这架势呢 就跟小卡我一级的时候开团大龙差不多嘛 随后在五兄弟联手开大之后 也仅仅只是让古兰特王在这一瞬间当中陷入了僵直的状态而已 这根本就不是一个资源之间的较量啊 不愧是后来的土之魔王 实在是太硬了 也正是在见此情景之后 奥特曼哈哈便是召唤了正在打阎王的太子爷 并且他还告诉了仲敖 只有把全部的能量汇聚到太罗的奥特天线上之后 这才能打败古兰特王这个强敌啊 嗯 等等 奥特天线 感情你太罗竟然还是个天线宝宝呀 虽然在吸收了五兄弟的力量之后 表面上是没有变化 但是此时的太罗已经是超级太罗了 根据不可靠消息来看啊 此时的太子爷可是有着常态下50倍的战斗力啊 嗯 超级赛亚人好像也是这么算的吧 可不敢胡说啊 不过不管怎么说吧 反正此时的太子爷是更加的厉害了就对啦 在这一形态当中 虽然他的三道光线技能 以及三道骑士梯都没能击败古兰特王 但是在使出了嘎吱窝光线 呃不对 是宇宙奇迹光线才对 在这一招使出之后啊 被击中的古兰特王顿时就是被打成了渣渣 不过当时小卡我也在想啊 要是超级赛罗没有把自己的力量放出来的话 那宇宙是不是就彻底平静了呢 什么神秘四奥的都要直接退休了吧 第二代的古兰特王登场于银河奥特曼当中 嗯 虽然在设定当中 这一代的古兰特王被称作超级古兰特王 但是这个实际表现嘛 我猜他可能说的是超级弱的古兰特王吧 在换上了土豪金的涂装之后 古兰特王便是由纳克尔新人黑暗实体化而来了 不过呢 瞧瞧这战斗力啊 即使是只有银河跟詹奈 也是能够跟他打得补香上下呀 要不是纳克尔新人把黑化的美灵给抓进去了的话 说不定这两位就已经足够解决掉他了 说好的最强呢 怎么到了新时代里就被砍得足足180刀啊 随即为了救回美灵 银河便将小光石传送到了美灵的意识当中 如此一来的话 只剩下詹奈一个人之后 也能够拖住古兰特王的行动啊 你认真的嘛 缺少咒达的你也弱得太过分了吧 为了能够强行凑够五个好致敬一波 赛文 初代以及迪迦的人偶是纷纷的实体化而来了 不过呢 也正是在他们出现之后 倒是让古兰特王想起了技能的攻击 两招就是将这几位打得是退出了合体的状态啊 这样看起来的话 倒好像有点最强的味道了 不过呢 当小光带回了美灵之后 撒起狗兰的两位 顿时就是实力暴涨啊 银河竟然是开始单刷古兰特王啊 这要是被那五兄弟看到的话 估计得气死呀 对单身狗就这么不友好的吗 不对啊 我好像不是单身狗嘛 最终在一招银河日光当中 被银河甩飞出去的古兰特王就这么被轻易的消灭掉了 话说这可是二十万吨的重量啊 银河你到底得有多强哦 第三代的古兰特王登场于奥特格的维克特利当中 这一代的古兰特王呢 被叫做亡灵超级古兰特王 跟超级古兰特王相比呢 最大的区别就是在于右手的钳子换成了咒达的剑了 或许是觉得上一次的待遇实在是太糟糕了吧 这次古兰特王不仅是回归到了咒达的状下 同时也让他相比较上一代来说是提升了不小的实力啊 在初登场时 古兰特王直接就是一剑劈开了艾斯的断头刀 敢于应接这一招的怪兽 你们能够想到几个呢 好可怕呀 随即雷欧兄弟的骑士帝也是被古兰特王给轻易的破除掉了 说好的对国左边毕书呢 看来戴拿又是收获了两个新的伙伴啊 而在见此情景之后 银河维克特利也是立刻对其施展了孟比姆这线 但是这结果嘛 不仅是给戴拿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小伙伴 顺带的还为他打的是退出了合体的状态啊 嗯 这一代的古兰特王还是蛮不错的嘛 不过呢 要是你真的就这么想的话 可就太天真了 当众位奥特曼们又开始玩起了老样子的抱抱之后 比个夜竟然是去单刷咒达去了 而且编剧你不觉得吹个笛子就能克制咒达的这个设定 实在是太过于牵强了那么一点点嘛 说好的光之国的强敌呢 这么没有排面的吗 我又不是光之国的奥特曼了 这么一说的话倒也是解释得通啊 在比个夜的骑士形态当中 释放出了核心胜利援金之后 古兰特王的实力就顿时是被大幅度的消减了下来啊 如此一来的话 减了王这才是找到了解决掉古兰特王的机会 不过银河你的前摇也未免太长了一点吧 反正不管怎么样吧 在四个奥特曼的联手攻击当中 深中了奥特双重闪光 梅塔利姆光线 以及银河穿机射线的古兰特王 就这么憋屈的是再一次的利能合法呢 知识就是力量啊 第四代的古兰特王登场于欧布奥特曼当中 在这一集当中登场的古兰特王名为马加古兰特王 虽然是有着土之魔王兽的称号 但是你为啥要管这一集叫做土快魔王呢 这一下子不就是一点格调也没有了吗 在设定当中 这一代的古兰特王也是被泰罗给封印在地下的怪兽 当然了 这跟初代的那只并没有什么关系就是了 仅仅只是平行时空而已 当加古拉将地底怪兽泰莱斯通 磁利怪兽安东拉 古代怪兽哥莫拉 以及超古代怪兽戈尔赞 这些个土元素的卡片注入了古兰特王的身体之后 古兰特王便是一点点的就苏醒了过来啊 最终在解决到了四处龙脉之后 终于是重新的回归到了大地之上 而当欧布与之展开战斗之后 这家伙的穿孔大招是令欧布苦不堪言呢 不过跟以往的古兰特王一样 虽然这一招数的威力呢 那是相当惊人的 但是这个释放的速度啊 又是非常的缓慢啊 想来这个厚重的装甲 在提供了强大防御力的同时 肯定也是带来了一定的负面buff啊 直到欧布为了解救女主的时候 这才是无可奈何的抵抗了这一招的攻击 甚至是差点就解除了欧布的合体状态啊 不过呢 就在古兰特王的攻击 打在了玻璃幕墙上的时候 欧布却是惊讶地发现 普通的玻璃 竟然是可以反射这道攻击的 你难道也有巴尔坦星人的设定吗 如此一来的话 欧布当即就是利用斯派利奥护盾 反射了古兰特王的技能 进而是直接就在古兰特王的身上 打出了一个硕大的窟窿 这大概就是传说中 毛雨顿的故事了吧 也正是趁此机会 欧布立马就是施展出了斯派利奥光线 成功地就将古兰特王 给打成了一个气球 进而是化作了卡片 来到了加古拉的手中 第五代的古兰特王 登场于罗布奥特曼当中 这一代的古兰特王 被叫做古兰特王梅加洛斯 是由美剑杀鸡 在使用了怪兽水晶之后 所变而成的 当美剑的实验 唤醒了地下沉舍的哥莫拉时 眼看这两个 被哥莫拉打倒的奥特兄弟 看不下去的美剑 当即就是完成了变身 并且是以一招梅加洛斯爆破 就秒掉了哥莫拉呀 这你不是也有 哥莫拉的组成海料吗 相间何太极啊 当然了 这也是从侧面 印证了古兰特王的强大之处啊 随后布满这一对兄弟的美剑 也是对他们两个展开了攻击 而且由于太硬了的缘故 兄弟两个就算是用上了 克制性的水属性攻击 也是没能起到丝毫的效果 从头到尾 都无法破开古兰特王的防御啊 反倒是古兰特王使出了光剑之后 倒是轻而易举的 就将兄弟两个踩在了脚下 而且古兰特王这货 还会使用浮游炮作为攻击的手段 嗯 联想到刚刚的光剑啊 这一代的古兰特王 可能就是一台高达呀 势力吧 强袭自由高达 一笔一碗 不过就在古兰特王 准备施展梅加洛斯 毁灭消灭兄弟两人的时候 这道光线竟然是被罗索给反射了回来 果然呐 不愧都是从欧武林出来的老乡 连打败古兰特王的方式也是一样的 至此呢 这一代的古兰特王就这么退场了 显然在没有咒达控制的情况下 基本上他就只是一个比较好的坦克而已 好的 至此 历代古兰特王就跟大家全部分享完毕咯 各位可以动动手指 支持一下小卡啦 下期呢 我们就来聊聊这位好了 喜欢他的小伙伴 可千万不要错过咯 我是Boss头的小卡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